早前无声电影默片时代 在戏院都会设有辩识和乐手 即兴或者是暗本配乐 不过随着实在的变迁 辩识观影方式也都走入了历史 而日前2024花莲音乐电影节 户外电影放映会 就特别复刻百年前 当时观看无声电影的方式 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旁空地登场 尽管丹丸、迪文、强风 仍然吸引了超过百位的民众 体验了这个古早复古的观铃文化 在辩识和乐手的合作下 让黑白默片电影生动有趣 2024花莲音乐电影节 五六日三天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登场 五六两晚的户外电影放映会 首度邀请台湾电影辩识 吴亦伦与专业乐手现场演出 现已超过百位民众不畏寒风 也要来体验这场百年前电影院 才有的电影辩识表演 在全国非六都的县市里头 只有花莲 目前为止做到了电影音乐 从制作到放映的整个产业链的每个环节 我们都有专业的团队 可以提供大家的服务 观众面对萤幕左侧为辩识 右侧为乐手 并在应前暖长前说 让民众先了解辩识电影历史后 再进入电影的氛围 其实这次花莲音乐电影节非常特别的是 我们重新复刻了在一百年前 曾经在台湾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默片辩识 那那个年代啊 其实所有的电影都是无声的 然后左边是有人在解说电影 右边是有乐师在伴奏 那这个 应该说这样子的文化 在台湾其实存在了50年 后来是因为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然后开始禁止方言的演出 禁止辩识 被戏院雇佣 所以才消失 那这次真的很感谢花莲音乐电影节 愿意重新复刻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而且他们特地从国外找来了 当时的默片进行 已经进行过数位修复 然后画质非常漂亮的4K的默片 分别有激顿的摄影师 还有德国表现主义 一定要看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 这两部片 其实在当年 就已经被非常多的辨识在解说过 那我们今天重新的去体验到 90年前100年前 当时的人是怎么样去享受电影的 这个东西其实 虽然说现在电影的声光效果 非常的强悍 对又有IMAX等等的 但其实那样子的一种 大家类似独一无二的一种体验 其实真的很难有机会可以感受得到 现在在台湾的戏院 我自己在做演出的时候 其实因为很难把整个乐团 都搬到影厅里面 所以我通常都是请配乐师 先做好音乐 变成数位的档案 然后我们在戏院里面播出来 但这次这次真的是完全复刻 100年前 我们现场请到了 即兴弹奏的keyboard手 还有爵士乐的鼓手 然后看着画面 然后做一些即兴音乐的表现 然后我这边 也会有一些即兴的一些解说 所以这真的就是完全 100年前的一个状况 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后 镜子台语 甚至戏院招募辨士 此行业才走入历史 华林影视基地表示 特别悬音经典名片 摄影师与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 并取得海外片商 授权画质清晰的4K修复版 让观众感受当年 无声电影的多元面貌 和辨识乐手的即兴功力 接着将帮燕华远士报导 好